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圣灵结出喜乐的果子 参考经文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我们时常听到enjoy 享受这个词 意思是说 从某些事物中得到乐趣 但是joy 喜乐这个词似乎用得很少 到底什么是喜乐呢 按字典的解释 喜乐是因着实行寻获 或是取得某些事物 而得到的快乐感受 听上去 好像跟享受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从某些事物当中得到乐趣 但是圣经对喜乐却有不同的看法 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在约翰福音有关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当中 耶稣教导入 也说什么是满足的喜乐 不可能就为喻当中的杨树 就是喻当中的生命 老子和生命 以无私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简单来说 真正的喜乐 和我们在顺服功课上的掌进 是息息相关的 和圣灵其他的果子一样 真正的喜乐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拥有的 它是来自圣灵 当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 我们对耶稣也认识得更深的时候 我们就要经历到深切的喜乐了 我们对耶稣越忠心 我们的喜乐也越加增多 你有没有真正的喜乐呢 圣灵若在你心里积极动工 你必饱藏喜乐 何不今天就祈求圣灵帮助你 活出一个愿意顺服 并且乐于侍奉的生命 你必然会经历到更大的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有的时候我们让人和环境 夺去我们的喜乐 求你赦免我们 又求你差遣 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 帮助我们去经历喜乐 也来侍奉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